金庸为何不再提及杨过 你看小龙女归系之后 杨过又和谁结为夫妻 凡是看过神雕侠侣的读者 想必都被杨过 小龙女的悲惨遭遇深深震撼 杨过封神俊朗 小龙女貌若天仙 可天生一对的她们 却截二连三地遭受了诸多生死劫难 因为误会 杨过被暴躁的郭福斩落一壁 而冰青玉杰的小龙女 则被全真教的尹志平趁虚而入 在中南山的草地上丢失了真结 显而易见 为了给读者带来强烈的视觉震撼 金庸将杨龙二人 打造成一对悲情至极的主角 力图以他们的悲惨遭遇 让读者们牵肠挂动 而在最早的设定之下 金庸是打算将小龙女写死的 不过由于读者太过于狂热 金庸不得不修改剧情 但别以为金庸会为此妥学 只要细读过原文的朋友会发现 金庸仍是将小龙女写死了 纳什阳过历经16年的等待 终于和小龙女在绝情谷谷底就别重逢 小龙女对杨过说道 我服侍蜂蜜 再加上坛中的白鱼 竟能令痛楚消减 初始每日发作一两次 到后来数日一次 进而数月一发 最近五六年来居然一次也没再发 想是已经好了 小龙女自己也不能确定是否痊愈 而是说了一句想是好了 就跟着杨过匆匆离开了绝情谷 而金庸之前给小龙女的描述是 体内剧毒已经深入五脏六腑 就算是灵丹妙药也无力回天 一旦小龙女离开了绝情谷 没了寒坦白鱼 时间已久 小龙女体内的剧毒会不会再次反噬 正如著名导演王晶所说的那样 金庸的改动让她蒙混过关了 可名言人一看就知道 小龙女跳下去的时候可是死了的 即便后来出了绝情谷 小龙女也活不了多久 小龙女一死 那以天时代的黄山女又是谁的后代 其实只要注意以天图龙记的原文里的暗示 就能知道小龙女死后 杨过又娶了一位女子 这位女子秀丽端庄 风格和小龙女截然相反 在以天的开篇 郭湘邂逅了昆仑三圣何族道 原文学道 何族道满脸沮丧 首辅断情 似乎说不出的难受 郭湘心想 断了一根琴弦 又算得什么 结果摇情 解下半截断弦 放长琴弦 重新绕住调异 何族道摇头叹息 说道 往此多年修为 终究心不能静 我左手骨劲断塔冰刃 右手却将琴弦也弹断了 注意看 金鸣为何无故添加 填断这一故事情节 无独有偶 当黄山女永久张无忌的时候 那根断的弦似乎已经接上了 原来黄山女出场之时 总有一阵琴销合奏之声 就连黄山女身边的侍女 也是怀抱摇情 手持欲销 原文学道 呼见四名白衣少女 分从东西岩上 飘然落下亭中 每人手中都抱着一句摇情 这四句琴笔 寻常的七仿闲情 短了一半 宅了一半 但也是七仙齐备 四名少女落下后 分站亭中四方 跟着门外走进四名黑衣少女 每人手中各执一只黑色长枭 这枭却比常见的洞枭长了一半 四名黑衣少女 也是分站四角 四白四黑 交叉而立 从何足道的断弦 到黄山女的七仙齐备 金鸣是不是在暗示杨过 已有了续弦之举 更有意思的是 黄山女的一举一动 还和成英的风格极其吻合 首先 成英乃东学黄耀师的闭关弟子 谁爱淫欲的她 也喜欢手持玉枭闯荡江湖 其次 黄山女身边的侍女 竟一个阵法之位分站四角 而成英作为桃花岛的传人 她势必也对五行八卦 七门顿甲了如指掌 遗憾的是 金鸣并没有将这段故事铺开来学 金鸣之所以不愿提及杨过和成英 无非是担心 喜欢小龙女的读者在此发难 只能暗中埋下伏笔 EP L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